我們這邊有一台無線電話 突然都沒有反應了 我們又來看一下怎麼回事 看看能不能修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邊有一台這個無線電話 他好像有點問題 我這邊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已經把底座接上電源了 現在把電話機放上去試一下 正常來說這個電話機放上底座的時候他會嗶一聲 他現在都沒有發出聲音 所以這個電話機就沒辦法充電 然後電話也不通 這種情況很明顯要不是電話機壞掉要不是底座壞掉 要不是變壓器壞掉 應該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是電話機的問題 如果是電話機的問題的話 可能要找專業的才有辦法修理 如果是底座壞掉的話 也只能找原廠 看看有沒有底座可以買 大部分人都會忽略掉這個變壓器也是有可能會壞的 我們今天這個案例 經過我的測試之後 發現問題是出在這個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上面寫的 Output 它的規格是5.5V 550MA 我們現在把電源插上 我們拿出三用電表 首先它這個是DC的 所以我們要先切到DC 它是5.5V的 所以我們可以切到20V的地方 然後我們量測一下看看這個有沒有數值 都量不出有電壓 表示這個變壓器 它基本上是沒有在供電 這邊這個案例就要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電器壞了 並不是電器本身壞 可能只是變壓器壞 如果是變壓器壞掉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最好解決的故障問題 要是假如這支電話機壞掉的話 估計應該是都不值得修理的 可能都要買一支新的 又要好幾千塊 如果是變壓器壞掉的話 去光華商場買一顆變壓器 可能一兩百塊可以搞定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用更省錢的方法 就是拿我們這些舊的變壓器來使用 像我這邊收集了一大堆這個舊的變壓器 就是電器壞掉之後 變壓器不要急著一起丟 把好的變壓器留下來 下一次如果別的電器 變壓器壞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用 就不需要跑去光華商場 又花幾百塊 我們在挑選舊的變壓器的時候 原本的這顆電壓器是5.5V 500MA的 我們大概挑5V以上 或5V左右的應該都可以使用 有的會標示5V 有的會5.2V 有的會5.5V 電流的部分 我挑選的這顆也是500MA的 所以這是OK的 我們盡量挑數值相近一點的 但是可以多不能少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看一下它這個接頭 原本的是左手邊這種接頭 右手邊這一顆變壓器 以前是在充Sony的耳機的 所以它的接頭是這種Micro USB 接頭不一樣的話 沒辦法直接調換使用 就必須把接頭給剪下來 調換一下 先在這邊暫停一下 先動動手指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接著開始換這個接頭囉 我們先用鉛子把接頭跟線都剪下來 剪線的話可以剪靠近變壓器一點 反正變壓器都壞掉了 那這一顆變壓器是好的 只是不要這一個頭 我們大概可以從中間這邊把它剪斷 剪下來的這個接頭是好的 可以再跟剛剛那一堆變壓器收集在一起 萬一以後需要這種接頭的話 就可以再把它換上去 這邊剪下來的線 直流電的話就只有兩條 一條正一條負 我們要搞清楚哪一條是正極 哪一條是負極 這個部分不能接反 先把兩條線給分開 然後我們把皮剝掉 兩頭的線都剝好之後 我們現在首先就要找出 每一個頭哪一條線是正極 先把變壓器這一邊插上電 現在就用商用電表 DC選到20V 可以看到量出來的數值是接近5V 確認這一顆變壓器是有正常在工作 數字是正極的 就表示我們這支紅色筆 這一條線就是正極 萬一你如果拿反的話 像這個樣子 測出來是負數的 就表示黑色筆這一條線是正極 知道哪一條線是正極之後 我們先用膠帶把它做個記號 等一下我們要跟街頭那邊的正極 接在一起 我們現在換街頭的這一條線 現在主要就是要找出我們剛剛播的這兩條線 哪一條是正極 先把商用電表切到楓名檔 就能測試看看它這個線路是有通還是沒有通 這種街頭的設計 外面這個銀色的部分是負極 這個洞裡面是正極 我們可以把筆 升到這個洞裡面 然後另外一支筆來接觸這兩條線 看看哪一條線會發出聲音 如果你這個洞 洞非常的小的話 你也可以測外面 找出負極的線另外一條就是正極 我們現在找出這一條線是負極 所以另外一條線就一定是正極 一樣用膠帶幫它做個記號 所以我們現在這兩個線頭有膠帶的部分都是正極 把有膠帶的接在一起 再把另外兩條接在一起 這個花線的接法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教過各位 最主要我們就是要讓它接觸面積最大化 然後還要注意它的強度 讓它有足夠的抗拉性 我們兩頭絕緣膠帶都要把它纏好 外面再用一層黑色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我們就把頭接好了 最後你如果想要測試的話 你一樣可以拿商用電表測一下 看這個有沒有5V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新的變壓器插上去 通電 然後再把這個頭插上我們的底座 拿我們的電話來試一下 現在就有D一聲 它就正常了 有沒有 B一聲 然後看一下電話能不能通 電話是有通的 這邊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把影片看到最後才有這樣子的浮力 比如說我們電線太長了 我們會把它收成這樣 那我們一般都會拿束線帶來把它固定 你用束線帶的話成本就會比較高 或者用橡皮筋也可以 但是在線中間的話 你用橡皮筋也不是很好操作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絕緣膠帶 一般人會覺得說 最後要把絕緣膠帶拆開的時候 這個線上面都會黏了很多殘膠 那我們這邊可以這樣子來操作 我們把這個絕緣膠帶先反過來 捆一圈 捆一圈之後我們再把這個絕緣膠帶轉180度 等於膠的面又向下 本來我們反過來用的時候膠面是向上的 向上先捆一圈然後再把它反過來 這樣子膠面呢就不會直接黏到這個電線上面 當你下次要拆的時候 電線上面就不會黏乎乎的都是殘膠 大概捆個兩圈 不用太多沒關係 把絕緣膠帶撕掉 另外我們可以在膠帶頭這邊稍微把它反折一下 這樣子下一次我們要撕開的時候就非常的方便 撕開之後電線上面也不會黏乎乎的 這個好用的方法就分享給各位 我們今天的不花錢搶救無線電話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